LAYO 聊世紀天天龍克星 大家好,我是LAYO 今天來看波蘭人對上蒙古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9點鐘方向的波蘭人 是YO 波蘭人在這次的改版 是改版最多的文明 因為它的赤喉陷入現在實物是半價 以前波蘭義騎兵要600肉 才可以升級到大洛馬 但是波蘭人省下這300肉 到底有沒有影響 我們就來看一下大後期的波蘭 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波蘭人的大莊園 可以在旁邊立刻撒下農鐵的時候 獲得8%的食物 波蘭人的大莊園之外 步兵路線是滿的 攻兵路線有拇指環 也有牆武也有重裝馬弓 整體來說是要轉馬弓 路線或是步貢都是OK的 雖然沒有三級的攻兵鎧甲 但是對於攻兵路線影響不大 波蘭人騎兵路線還是比較厲害的 還有大洛馬烈克體克遺產 獲得擴散傷害效果 重裝騎士則是有30斤騎士的特性 貴族特權 波蘭人經濟是非常好的文明 而且他挖石頭也可以慢慢產生黃金 但是他的大莊園要怎麼防守 還是一個一大問題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塞巴斯丁這邊選擇了蒙古人 蒙古人這個文明是非常好打波蘭人的 因為波蘭人他的工兵跟騎兵路線 都沒有三級的工兵鎧甲 所以是非常害怕對方馬弓路線或是不工兵路線 蒙古人他的馬弓就是攻擊速度最快的文明 所以蒙古人這把也可以說是非常Counter波蘭人 而且城堡時代還有駱駝可以壓制波蘭人的馬 所以蒙古人他的遊戲節奏會比波蘭人還要更好一點 蒙古人他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騎兵路線跟馬弓路線 他的駱駝路線雖然沒有任何特殊能力 但是他的肉馬跟草原騎兵有這個血量加成 到了大後期血量是非常多 蒙古人他的步兵路線的話槍兵要注意 沒有辦法升級到大槍兵 但是如果你要在城堡時代走這個蒙古古旗 配上其他單位的時候 最好是要配重裝場槍兵 防止對方駱駝或是駱馬或是其他東西 去防守對方的遊俠都是會比較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接下來這張地圖左邊有一塊黃金 下面有一塊黃金 黃金的位置比較尷尬的是兩個都在偏正面 但是還好祖金在後方沒什麼問題 但問題是這裡的木頭太少了 只有這兩片木區 第三個木區要到左邊 所以這邊薩拉斯丁 待會要去左邊控圖 會比較好繼續生存下去 這邊可能要插一根 城鎮中心會比較好一些 我們來看一下歪偶 歪偶這邊地圖 裡面只有石頭跟黃金 但是很好圍喔 這個圍是已經變天圖了 這樣圍的話 防守來說壓力就很小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歪偶這邊圍加時間非常非常的快 我們在會員影片裡面教大家圍加 要八分半內圍好 歪偶這邊指的是七分半內圍好 還提早了一分鐘 只能說頂尖高手的細節 總是做得比我們更好 歪偶這邊已經點下了封建時代 這隻村民 要小心 來回去應該不會死 待會這邊入口還是要得毒死比較好 只要圍好之後 待會大宗裡防守就OK 待會歪偶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偵查好 這裡蒙古的轉兵喔 要看對方是不是要大爆兵 還是要開農上去喔 這邊觀察重點大概是這樣子 那如果爆兵的話 可能就要挖石頭插箭塔防守 或者是要轉這個毛兵防守工兵 然後繼續圍加 大致上波蘭人在前期的防守重點 是這樣子 好那現在過來繞一下 看到九隻村民 這裡 這裡三隻肉馬還在囉 看到這邊了 木槍啊 在後面補了一個大中原 只要波蘭有兩片大中原 灑滿的 灑一半灑了14片15片田 要升到城堡時代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薩巴斯穎這邊有點心急 不能花太多時間在出兵上 因為你出了太多兵很快就會被波蘭實在領先了 那薩巴斯穎直接把石頭賣掉 買了215花了300黃金 現在這個買賣是真的貴 石頭賣掉 槍兵出來偵查 但是YO這邊偵查依舊是做得很好的 我們可以看到YO這邊偵查已經繞了一圈 知道薩巴斯丁這邊沒有斬工兵 而且是沒有維加的狀態 就可以知道對手一定是要來升神堡時代了 那YO這邊升時代稍微慢了一點點 木頭...欸~~~ 這裡怎麼死了兩村了 YO這波炸裂 怎麼...柴果子溜了一個洞 酷了 好 這邊工兵出來 射一下槍兵 後面有肉麻 手存 傷害 OK 工兵收進去 尷尬了 欸 塞巴斯丁這邊也損失掉了一隻 漏馬 好 開局送兩村 那YO這邊比較尷尬的事情是 他還TC閒置 城鎮中心閒置到了1分06秒 所以待會臭民術會落後的更多 至少會有落後四村的感覺喔 所以可以看到現在蒙果經濟是目前領先 YO這邊的 OK 那現在... 哇唷 待會升到城堡時代 補了馬 最後 可能會先走肉麻路線 先來肉麻升級路線半價 而且平手也半價 好 這個食物 省下的肉是省了150肉 城堡時代 也算是蠻多了 好 這裡走了果然是馬宮 好 沙巴斯丁很清楚 波蘭的最怕的東西就是馬宮 好 跟這個騎兵路線齁 好 那波蘭果不其然 這邊是轉出了親騎兵 那現在親騎兵升上去 稍微反制一下對方的馬宮 好 而且馬卡 待會也要找個機會點 那現在這邊是選擇了先雙TC開農 好 這邊田要先被點掉 但是你點農田 我就比較安心 因為至少暫時不會被溜進來 家裡鼓雷攻城7製造所 用弩炮反擊 現在弩炮防守馬宮 就很輕鬆了喔 因為現在有彈道學 吃得更準 基本上要逃 的話 可能臨走之前 還有再被多打一炮 這個弩炮的部分 這句話聽起來有點危險 弩炮的部分 吃得更準 所以現在呢 弩炮防守的效果 比以前又更好 所有的溫民 都獲得彈道學的效果 OK 那現在 二級農田也已經點下了 二級伐木 現在還點不下 現在非常缺陋 現在目標還是不斷村 波蘭人 現在果然經濟落後非常多 已經落後了600資源 那也是因為蒙古的前期 打獵速度特別快 這個經濟理線 也會比較明顯一些 但是蒙古人在城堡時代的時候 是最脆弱的時期 因為他並沒有太多的反制方法 如果打一般的駱駝 跟對方對撞 自己的優勢不夠大 而且蒙古人呢 也很難承襲這個蒙古突襲 打草雲騎兵的話 雖然可以反制槍兵 但是槍兵一多起來也不太好打 正面跟騎士對打的情況下 草雲騎兵也沒有辦法拿到太多優勢 除非你可以用草雲騎兵的異攻射程 作為操作的手段 才有可能打出更好的優勢出來 蒙古人在城堡時代 是比較難發展自己的 軍事能力的 以對龍來說的話 也沒有太多優勢 因為城堡時代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帝王時代也是 這一點波爛人就會比較希望 拖多一點的時間 去再農經濟起來 農起來的話 打蒙古人可能就會好打一點 蒙古這邊是馬公開 家裡奴炮 繼續補個幾台 打總園補了大概三個 後面這裡可以再繼續補 好 YO這邊把房子都補在了木牆旁邊 防守就會壓力比較小 好 直接正面衝進來嗎 想要溜 但是YO擋住 這個圍圍的不錯 還有後面有奴炮 好 蒙古點下的手推車 要是這個馬公被 塞巴斯丁溜進來的話 YO可能就炸了 雖然還是有奴炮防守 但是經濟一定會很差 好 最好的辦法 就是不要讓對手溜進來 OK 那現在YO點下了城堡 應該是要直上貴族特權 不交流 好 這邊是奴炮 緩急了馬公回去 好 這邊秀操作 直接手撕奴炮 好 點下了跟蹤技術 YO走了一個 直上貴族特權 升級路線 好 開始補馬就了 現在終於YO能出門了 好 三TC 農上去 28分鐘 點下貴族特權 而且可以產騎士了 好 騎士趕快按 30塊黃金的騎士 好 便宜 好 這邊大中原 可以繼續灑 這裡可以灑個5片田 這裡可以灑個8片 這樣子的話 YO的經濟就會非常非常好囉 好 點下了二級馬卡 但是蒙古人 這裡買賣一波 可以上帝王時代 但是這邊敢上嗎 這裡要是上帝王的話 不知道手不守得住 但我覺得還是得上 蒙古人在城堡時代優勢太小 這裡衝上去解決掉了生鋁 魔砲串燒 馬公繼續追 後面生鋁繼續著想 這一波點下 因為蒙古人點帝王時代 才有三級色跟化學 這優勢會有更大一些 一定要趕快點 好 點帝王了 好 應該能守得住 鋪蘭這波時間出關 有點難打 鋪蘭這個就是 最常遇到的問題 你跟對手對農 點了貴族特權出兵 對手有可能就已經點下帝王時代了 就很容易變成城堡打帝王 所以這一波 YO要怎麼打贏對方的兵力 跟要怎麼閃過對方的兵力去騷擾 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因為正面對打的話 蒙古人現在是沒有 沒有辦法打的一個狀態 他的馬公數量有21隻 重裝騎士雖然數量多 但是人家有彈到血了 電王時代好一分半 這些重裝騎士 要拖多久 拖多一點的時間才行 好 最後 這些村民守住了 神堡能蓋起來 蒙古開始 開始產生蒙古突起 現在拇指環也點下了 手推車也點了 OK YO這邊準備生帝王時代 好 先看一下肉類價格 肉類價格 是82 現在賣肉的話 非常的划算 但是現在缺的也是肉 好 沒關係 YO這裡賣了500木頭 換了300多塊黃金 騎士抓到村民這一波 有小賺 OK 3分鐘 帝王時代 好 這裡直接硬騎 抓掉了很多村民 但是也才抓個九村 現在蒙古人村民宿 還是領先的 哇 波蘭打蒙古 正是 非常大的壓力 好 蒙古人點下了三級色 跟化學 在三級色化學點下之後 後面這個刀牆 看一下 收進去 不放出來 拉走 哇 這就是波蘭 這邊最大的問題 怎麼打這些馬工啊 不閃過的話 就要硬吃對方的箭矢了 OK 現在有三級色囉 攻擊速度很快 現在YO 騎士直接硬吃村民 想要多抓一些村 但是 扛著這些馬工的傷害 硬吃 其實有點傷 但是為什麼YO要這樣做呢 是因為YO現在拖時間 一定要用這些兵 拖到帝王時代 自己才有跟對方 繼續打下去的機會啊 好 那YO這邊 要轉型嗎 問題來了 要轉強弩嗎 還是要轉強弩配大陸馬 還是重裝騎士 繼續衝 這邊就是待會YO要思考的事情 但是YO目前看起來 還是要繼續騎士爆 沒有打算轉型 那蒙古突騎最好的方法 就是用布弓兵去反制 那這個數量實在是有點龐大 這裡就即使用弩炮呢 也不太好打這個蒙古的馬工喔 好 這裡開始慢慢反制回去 好 電話時代 先上去了 好 YO這邊點下了 重裝騎士的升級 三級攻也點下了 精銳猛不突襲也升級上去 現在兩邊 直接衝了自己最強的兵種 騎兵跟馬工 那現在YO要打贏的話 就只能產出更多的重裝騎士 逼蒙古人這邊出駱駝或是肉馬 好 這裡有個大莊園 送不起來 要溜進去了嗎 不敢 裡面有個城堡 想想還是算了 好 重裝騎士在後面發呆 吃了城堡的傷害 直衝後面的 生旅 好 可以招到一隻嗎 可以 波蘭現在很難打 OK 點下了波蘭大肉馬 YO賣了600木頭 直接點下大肉馬 看來YO知道 這樣子繼續打下去不是辦法 先展個肉馬配重裝騎士 用食物戰 跟你對打 蒙圖的數量 成型起來了 打巨頭很快 直接手撕 薩巴斯丁 現在經濟非常好 135村 對上135 兩邊都是正常的 村民數量 好 阿里補了一個城堡 避免這個馬爆衝進來 薩巴斯丁 這邊防守還是做得不錯的 好 果不起來 蒙古轉出了大肉馬 防守了 好 現在波蘭大肉馬 也已經成型 金罐加上三翁二防 全部都點下了 現在的波蘭 升級方面 雖然比較順 但是並不影響 他對於 馬弓的烈勢 非常的薄弱 根本坦不住 好 城堡打了一些傷害 現在YO還沒有點射程 好 你開始點肉馬了 黃金開始不夠了嗎 欸 繼續補馬 來了 波蘭的大肉馬爆 好 七十一片田 田依舊還不是很穩定 這裡至少要再補個兩片大中原 才有可能更穩定爆出這些肉馬 但是薩巴斯丁已經在建築萬里長城了 原來是元朝寺吧 蒙古建築萬里長城 可以了 這個有點奇葩 好 有點奇葩 沒想到蒙古很怕馬爆啊 WiO這邊 要小心了 散三個 大肉馬 來了來了來了 這一把 巨型頭司機往前壓了 好 巨頭開拆 拿下第一個城墩中心 過不去 WiO表示 是 欸 這裡有洞 漂亮了 莎巴斯丁這邊轉 瞭解 喔唷 最後用巨頭打爆了這個城門 OK 漂亮了 最後中五六的資訊 最終還是有洞 好 這把斯丁知道 你的肉馬爆很煩 先補了大石場 但沒想到直接被溜了一個洞進來 家裡現在一團亂了 好 但沒有關係 大把斯丁電力馬功 寫這些肉馬速度還是很快 我要轉出了二級射跟彈導學 現在全部都出肉馬了 不管了 直接用肉馬去爭取時間 好 這些肉馬稍微擋住了這些蒙古突襲 好 走進去 當無三櫃 幫忙開門 漂亮 好 現在 WiO的目標 是要趕快打破這些石牆 好 家裡的肉馬解掉 這個洞 沒有辦法繼續使用 這個洞用過一次 就沒有辦法再用了 還是要轉鐘頭呢 鐘頭開路 也是個辦法 布地要硬鋼石牆 好 這邊直接攻城 但是沒有強弩的WiO 要守住巨頭 壓力是很大的 好 結果這裡被一個釣虎離山之際 大洞馬直接被釣走 兩台巨頭被收下 這個城堡 繼續防守 後面好一隻村民在修理 蒙圖的擊殺樹已經來到78隻 波蘭人 要再現當年的歐洲了嗎 被蒙古踏過去的畫面 波蘭人再往前 要想要蓋堡 好 但是這邊寶應該是要補在這個位置才對 他想要補這個位置 這樣對嗎 大洞馬直接上前 防守 打這些蒙圖傷害很高喔 其實三八斯丁真的不太能 正面硬扛大洞馬的傷害 好 這裡繼續追 哇 這裡蒙圖數量一直往下掉 破傷傷害效果太猛 大洞馬 輕鬆升級之後 果然還是有點差別 哇 直接踏過去了 好 直接鑽一個洞 要堵在這個口子 防守 好 不動了 就打這 好 傷防大洞馬 也在偷抓 娃歐在上面 發起了一波新的進攻 這個城堡還是要蓋這啊 娃歐怎麼想蓋這呢 雖然我知道他想扣黃金 但是 往前蓋的話 是要有本錢 才可以往前蓋的啊 好 這一波 大石牆 撐了很久的時間 後面聰明能夠維好 好 結果剛剛有機會蓋城堡 現在這個地方也沒機會蓋了 現在這個地方也沒機會蓋了 現在只能先等更多的大洞馬出來採醒了 好 繼續採地基 來喔 這邊城堡蓋不下去 往後補 好 終於敲下這個城堡 但是前面肉馬已經不夠 歪歐 城堡 要變倒腿堡了嗎 好 肉馬趕快回來救一下吧 炸藥桶直接炸開 兩個就可以 nice 但是又補了一個房子 但是有洞 肉馬中午流了進去 但是 薩巴斯丁成功控住了這根城堡的電罩 墊起來肉馬 兩邊再繼續繞 好 直衝後排 後面的聰明抓光 經濟下降 我的雪球就可以滾起來 但是薩巴斯丁也是有同樣的想法 直接控影大莊園 好 這裡上億人在這邊發呆 OK 現在34隻肉馬 繼續往前走 好 往後繼續衝 好 八隻大肉馬繼續往後拉 好 往前衝 卡住 衝進去 漂亮 薩巴斯丁這邊防得很好 這個洞進不來 龍斧在後面 收光後面的肉馬 這一波防守 薩巴斯丁又守住了 換正面的城堡 能擋嗎 但薩巴斯丁現在也是用肉馬 一直送你家 兩邊互送的結果很難說 那目前看來 YO的食物量已經領先了薩巴斯丁了 好 資源量已經領先了大約3000資源 這個黃金能控下就沒問題 這塊附金一定要拿下 巨頭趕快攻城 好 這圖肉馬從過去送了一波 忽然點下了三級色 又繼續按炸藥桶 好 打到大眾的一些村民了 好 結果這裏蓋寶沒蓋起來 吐了 再次控寶 控成功 兩個城堡又要守住 YO 這邊進攻再次受到了阻撓 這個是全產肉馬流 這裏好像有洞是不是 怎麼流進去的 好 現在這個城堡慢慢的 掉被解掉了嗎 好 YO 沒有繼續住巨頭 來壓制 這根城堡 我們要取消 好 現在YO 現在你要把這個黃金給控回來 這黃金控不回來 就沒機會了 好 現在兩邊人馬 你看我看你 蒙古人有射程優勢 在這邊看 不然其實YO也可以用巨頭去打木頭 巨頭是可以伐木的 好 這邊要使用炸藥桶 但炸藥桶這個洞很難炸出來 萬里長城 對上波蘭人 效果非常的好 好 反正是波蘭家裡 邊境受到了騷擾 這一波只要繼續扛住 炸了這個石牆 但是依舊有洞 流進去 沒有意義 蒙圖在後面爽爽輸出 這坨蒙圖已經擊殺 來到100多 好 打出了一個洞來 這波流進去 YO 家裡爆炸 家裡沒有太多的肉碼防守 人口是滿的 這坨肉碼流不進去 很難受 好 這裡反制了蒙古的巨頭 好 現在家裡大中原一團混亂 好 肉碼繼續南下 看看有沒有機會 繼續往前 好 巨型偷襲 又來了三台 好 這一波騷擾之後 大中原受到了一些騷擾 結果 還沒解完 蒙圖又來了 好 薩巴斯丁這邊想要 整個潮治療 拉一下蒙圖的血量 結果肉碼對撞 看起來薩巴斯丁 還是有很好的優勢在 但是正面的肉碼直接被波蘭的大肉碼 擴散傷害給踏光了 太猛了 這個踐踏傷害 哇 踏爛 萬馬奔騰 就是在說這個情況嗎 好 下面這個城堡 終於蓋起來 這一次城堡可以拿下這個洞 要被打破 我要召集所有的落馬 往下突破 衝破突破口 不然這一波都擁溜了進去 後面再來萬里長城 來得及嗎 好 凡是蒙古也不甘失落 直接衝了一堆肉碼抓你金礦弓 好 蒙古除奇 趕快回救 日圖這一波蒙圖防守 海盜一百五三四 即殺了 落馬繼續溜進去 好 蒙古現在木頭來到了四千多啊 看它市場價格 現在可以看到肉 還可以賣五十二塊啊 哈哈 不然這邊 也可以考慮賣肉 陀因撥黃金 繼續跟對手打 扎斯兵則是黃金來到了極限 沒想到蒙古居然沒有 造這個安息人戰術 現在才點下 防律還是有差的 好 這裡繼續往後溜 我覺得YO這邊勝率越來越大囉 應該是穩了吧 好 但超級素沒有補 現在資源有點跟不太上 好 這個洞打破 下面的洞 還沒有來得及補起來 YO現在家裡有點難扛得住 好 這一波又衝進來 肉馬繼續貼 稍微反擊 拖時間 用城堡去打傷害 蒙古沒有工程器 有點難受 但是這邊抓到三台巨頭 賺了 直接現賺六百金 打破了一個 木區 好 正面城堡 終於開始進攻 瑟巴斯丁終於決心了 要來拿下你這兩炷箱 這兩炷箱拿掉 YO可能就要投了喔 YO在地龍時代 一小時零三分 始終沒有轉出強武 而是使用了大落馬 黃炮 黃金拳投入工程器的一個作戰策略 好 那現在食物 沒有打算賣 還有可以賣五十二塊肉 好 但是巨型投資機已經勝利工程了 多馬這次往裡面流 但是萬里長城 再度擋下 我還有很絕望 薩巴斯丁 打得非常漂亮阿 一直擋一直擋一直擋 不讓我溜進來 就穩了 但是這個城堡應該也是要掉的 但是問題是 YO家裡的這根城堡 要怎麼守呢 好 直接用肉馬 去守師巨頭嗎 但是這裡 沒有辦法試得到 直接一砍 但是促量剩下一點點 家裡又被溜了進去 YO進攻不成 防守一直被騷擾 村民樹已經布滿一百一十一村 剩一百零四 但薩巴斯丁也是 結果無三櫃開門了 這個開門關鍵了 好 先把這個城堡拿下來 再來一發 順利 好 拉兩頭 肉馬 去追一下巨頭 正面城堡 果然被拿下 大肉馬回來 回來 回救正面 蒙圖繼續拉弓 肉馬流進來 又撞到城堡 還有蒙圖 又擋住了 薩巴斯丁 但是薩巴斯丁只剩下八十九村 村民樹開始下降 好 趕快補村民 用這些蒙圖爭取一點時間 好 剩一波 薩巴斯丁 剩下之後 現在經濟有點疲軟 有四千木 但是木頭 並不能換太多的黃金 現在 蒙古人急需黃金來源 這塊黃金 或許是蒙古的最後希望 好 這塊黃金也在控 欸 這裡有黃金喔 蒙古人有機會了吧 好 外遊開始在補村民了 終於意識到 自己的村民樹下降的有點多 我們肉馬一直在騷擾 所以這裡村民一直被控到 這邊採集並不是那麼的穩定 好 這一波再逼退了回去 但是大肉馬其實一直有打到蒙圖喔 蒙圖雖然只剩23隻 難道要把蒙古的蒙古除氣耗完 外遊就要贏了嗎 很有可能 哇 外遊最後把一堆肉賣掉 現在食物的價格來到了2853 現在還可以賣28塊的黃金欸 對於破爛來說後期真的是相當相當的舒服 好 蒙古人這一波 衝過來 YO經濟也來到了極限 要帶著2000塊黃金下去了嗎 這裡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這邊大肉馬往前推 好 拖上傷害 再抓掉了幾隻肉馬 跟蒙圖 好 控好TC之後 蒙古這邊 蒙圖來到了41隻的數量 現在蒙圖要正面一波帶走了 YO這裡肉已經不夠 這裡買肉也來不及 YO打出了GG 我們恭喜蒙古人 塞巴斯蒂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最後 YO出了575隻波蘭一騎兵馬爆 那果不其然跟我當初的預測一樣 這一次波蘭改版實際上是加強沒錯 但是要提升他的勝率依舊是很困難 畢竟這個地龍時代的肉類半價 沒有辦法是黃金也半價 如果黃金也半價的話 可能就可以比較有大幅提升勝率的感覺 但是依舊波蘭的問題是後期遇到馬功文明 還是很難打 那YO這裡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還是在於沒有轉兵這件事情 可能還是要轉個強弩吧 可是如果轉強弩的話 也不太好打肉馬 跟這些馬功 畢竟沒有這個三級射 可能還是要搭配這個馬功配肉馬 去打這個陣地戰 可能會更好一點 那YO這邊的思路是一直想要突破你的防線 然後去騷擾你家的後方 因為YO認為他正面是打不贏的 那實際上的結果也通常是 忽然很難打得贏 蒙古的正面 確實要多BD會比較好打得贏 但是強弩一直不出來 黃金抱著死去也是挺尷尬的一件事情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打算幫忙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準手 秒鐘 վ